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幼化的水彩零基础入门小课堂,我是小爱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单色渐变和双色渐变以及多色渐变的使用 渐变的色彩效果非常的富于变化 在绘制天空、海洋或背景的底层颜色时非常适合 所以在水彩画中被广泛运用 我们先说一下单色渐变 比较常用的画法有两种 我先来演示一下第一种画法 那么把笔打湿 我们蘸取一个颜色 均匀的涂抹在左侧 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我们迅速涮笔 用笔去沾清水 去进行一个衔接 你会发现颜色就会自然的流淌过来 那么这个是单色渐变的一种画法 我接下来演示第二种画法 那么第二种画法我想先给大家 演示一个分解 先蘸取一笔比较浓一点的颜色 涂在第一格 涂在第一格 这个时候不用洗笔 直接沾上少许的清水 调和 刮掉多余的水分 那么你会看到第二格的颜色 明显要比第一格的颜色要浅 那么到第三格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的涮一下笔 用笔尖 蘸取少许的颜色 涂上去 那么第三格的颜色 要比前两格的颜色 还要更浅一些 在我们画四卡的时候 会用到这种方式 分解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 同样的方法 先蘸取颜色饱和度比较高的 调和 画在左边 好 加少许的水 衔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继续加水 挖掉多余的水分 进行行间 重复这个步骤 越往后 笔上的水越多 但是颜料 要相对少一些 到最后我们可以直接把笔涮干 蘸清水 那么这个就是单色界面的第二种画法 能看到第二种画法要比第一种画法的层次更多一些 不过也相对要难控制一点 把握好水是一个关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双色渐变 我选择两对比较常用的颜色搭配来进行演示 第一个是黄绿搭配 先蘸取黄色 柠檬黄 画在左边 水分不要太少 好 注意趁它没有干的时候 我们把笔涮干净 然后衔接一个绿颜色 那用这个绿色 我们来接一下右边 中间稍微过渡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黄绿的一个搭配 黄绿搭配在我们画绿叶子的时候会经常运用的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蓝紫搭配 那么蘸取蓝色 深一点的蓝 先画左边 趁它没干的时候迅速涮笔 蘸取一个紫色 让两个颜色中间自然的去衔接 那么这个蓝紫色呢 在我们之后画星空的时候会用到这两种颜色搭配 好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多色渐变 其实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颜色会更多一些 那我现在就来做一下演示 我选择 我选择黄色 橙色 红色 刚刚的这个黄色 橙色 最后接一个红色 我们就直接用刚刚调好的这个红色来画 那么我演示的是一个三色的渐变 同样的我们后面还可以接更多的颜色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多色渐变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能运用水彩中的这些渐变效果 画出美丽的画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